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的突袭 造成了中东地区地缘政治的紧张 不过现在还有全球的金融局势也受到了不确定性 尤其是以色列的股市受到严重冲击 投资人信心溃散 特拉维夫TA35指数 周日开盘大跳水近4% 随后跌幅更扩大近7% 是2020年3月以来最大跌幅 战争风险再度重返市场 也推动国际油价涨势 周一开盘布兰特原油12月期货大涨5.23% 变成每桶89美元 以色列跟这些产油国的这些关系 其实在现在有一些改善 然后反恐也变成是一个世界的趋势 所以我是认为 就是当年发生的这种石油禁运的可能性 当然就减少许多了 学者认为依照目前警示 不至于酿成石油危机 但要是冲突升级 将美国和稍物地产油国卷入产生对立 甚至哈马斯或其他国家和俄罗斯结盟 结合俄乌战争 影响能源与粮食供给价格 也会造成全球经济局势震荡 台股大概如果说是因此而受到美股年动的影响的话 那应该所有的这种不管是传产还有高科技股 基本上都是会受到年代的影响 专家说明黄金和白银价格可能上涨以外 以货币来说可能转向美元欧元或是日元 也代表台币会贬值 对台股造成影响 但要是避险资产流向亚洲股汇市 也可能成为支撑力道 尾巴战争持续延烧 专家市井关注油价和大国动向 要是冲突扩大 不止台湾全球都无法独善起身 提北新闻连安章慧先 台报道